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该来的,我们管不了,该走的,我们留不住,正如古人所言,天下无不散之言习,人间无永恒之缘分,对于缘分,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好,依旧留在我们身边的,要尽量珍惜,逐渐离我而去的,要该断则断,避免反受其害,人老了,要跟这四类人斩断缘分,孽缘太多会害了我们,看你身边有吗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跟藕断思连的前任斩断缘分,不少人结婚后,还跟前任藕断思连纠缠不清,这是不太好的行为,既然无缘在一起,那就不妨把心狠下来,该断则断就好,有很多人都舍不得,认为自己跟前任曾经相爱过,没必要做得如此绝情,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,你不对别人狠心,别人就会对你狠心,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, 跟你藕断思连的前任就会联系你,要么跟你诉苦,要么求你帮助,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? 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想法,都会选择帮助前任,借钱给他们,这个时候,别人就觉得有机可衬,打折随棍上,逐渐拿捏重感情的你,说句不好听的话, 早已跟我们一别两宽的前任找到我们,都心怀不轨,多半想给我们制造麻烦,防人之心不可无,不再跟前任往来,并非狠心绝情,而是对于双方人生的尊重。 举个例子,我家门口一个邻居,人到五十的时候,爱上了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,最后把老婆气跑了,然后她美滋滋等着跟这个大美女过日子, 谁知对方,只是看上了她的钱财,很快就抛弃了她,导致她,年纪一大把,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,还破了财,现实里,做人要从长远看,而不要短视,总是被婚外的感情吸引,那婚姻必然经营不好,将来家庭分崩离析,承受损失的是自己。 唐朝诗人杜牧,在《会友》一诗中写道与君初相识,犹如故人归,虽然是初次相见,但却总觉得已是多年之交了。 人类是群居动物,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群体,里面有爱人,有知己,也有朋友,但爱情是很容易出现的。 根据科学研究,在人体的多巴胺快速分泌之时,会刺激大脑,从而产生爱情的感觉,或许,爱情的本质是化学, 而这多巴胺的浓度,也会随时间的发展而降低。 于是,那股动人心弦的爱情就消失了,失去了热烈的爱意,剩下的是友情和亲情的感觉, 但一个人的爱人并不一定是他的人生知己,知己是很难遇到的,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不能寻找到那个懂自己的人。 春秋战国年间的于波衙和钟子柒,于波衙善勤,钟子柒能懂得她的琴音,两人就成为了自己好友, 但钟子七先一步离开人世,在柏衙看来,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人能听懂她的琴了。 于是,柏衙就将琴摔碎了,还做了一首诗,摔碎摇琴凤伟寒。 子妻不再对谁谈,春风满面皆朋友,玉蜜之音难上难。 知己的存在能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了存在于是的价值,对方也能看到这个价值, 可为什么人到了六十岁之后就要远离知己了呢? 这是因为此时要将生活的重心回归到家庭上去了, 如果还是一味地与知己玩乐,会让家里的人寒了心, 跟不再相见的童窗斩断缘分。 到了中年,无数人都有一个想法, 联系那些十几二十年未见的老同学, 搞一个同学聚会,约他们在线下相聚,重新联络一下感情。 这种同学聚会真的有意义吗? 貌似没有任何的意义, 大家已经十几二十年不见了, 为什么还要相互打扰,相互搞事呢? 正如一位作家所言, 所谓的童窗,在毕业各走各路的那一刻, 就注定只能成为陌生人了, 也许这辈子就不该再相见了, 因为再见面也是陌路人。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, 还在读书的时候,大家都不怎么熟, 哪能指望十几二十年后, 再相聚就能联络感情呢? 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, 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态度, 那些一直跟我们有联系的老同学, 我们要把他们放在心上, 而那些早已断联的人就不要再联系了。 在这年头,大家都很忙, 没时间搞那么多虚的感情, 真实点活着就好, 跟发家致富后突然讨好你的亲情。 俗话说, 穷在闹市无人问, 富在深山有远亲, 不信但看言中久, 北北仙境有钱人。 很多亲戚其实都挺是快, 在你落魄之时落井下石, 不愿伸出援手, 就怕你过得比他好。 可当你飞黄腾达之时, 立马过来巴结讨好, 非说沾尽带顾, 恨不得喊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, 跟这类人打交道。 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, 因为他对你的好, 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, 一旦失去了这个纽带, 他们真实的嘴脸也就暴露出来了。 小叔家就是如此, 当初小叔年轻时创业失败, 欠了一屁股外债, 亲朋好友避之不及, 经常在背后说三道四, 可没过几年, 他承包的项目火了以后, 一大堆远房亲戚都闻风赶来, 让小叔多照顾一下。 这种因为屈炎附逝的亲缘关系, 其实就是孽缘, 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, 还可能埋下定时炸弹, 能躲就躲。 有人说过, 亲戚就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。 熟悉在于, 我们跟亲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, 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人, 不熟悉在于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 除了逢年过节, 其他时间都很少往来。 亲戚这个群体, 还有一个特点, 那就是喜欢就近攀比, 比如, 看到你, 就跟你攀比, 谁有钱, 谁买了房子和车子, 谁的孩子更优秀。 攀比多了, 就只会导致一个结果, 亲戚的内心不平衡, 笑人无, 恨人有, 你过得好, 他就会仇视你, 你过得不好, 他就会哈哈大笑。 正如古人所言, 门前拴上高头马, 不是亲来也是亲。 门前放根讨饭棍, 亲戚固有不上门。 这是一个重视利益钱财, 而不重视感情的年代, 那些总是重视感情的老好人, 基本都遍体鳞伤, 如此, 即使斩断没意义的缘分就好。 跟匆匆而过的过客斩断缘分, 网路上有这么一个段子, 你总是认为自己认识的朋友特别多, 人脉特别广, 可当你遇到问题, 需要人帮助的时候, 你会发现, 通讯录中的所有人, 除了你父母, 没有人会帮你。 只要我们打开自己的微信通讯录就明白了, 加了上百个好友, 能谈心的。 也许一个都没有, 加了上千个好友, 能说上话的, 不足十个人。 这就是古人谈到的朋友变天下, 知己有几人, 在这年头, 也许我们连普通的朋友都遇不到, 所遇到的, 都是毫无感情基础的过客, 因一场饭局认识的人, 是过客, 不属于人脉, 因一次活动认识的人, 是过客, 不属于朋友, 因工作认识的同事, 是过客, 不属于人脉, 完全爱我们的是我们的父母, 真心爱我们的是我们的家人, 会帮我们一把的, 是我们的知己, 至于其他人, 他们是否存在, 都对我们的生活。 没有任何的影响, 对于身边的过客, 选择井水不犯河水, 不再往来, 互不干扰, 各自尊重便足矣。 六十岁是一个分界点, 当一个人真正迈进了这个人生阶段后, 就要领悟到, 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, 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了。 另外, 都到这个年纪了, 更要关心自己的家庭, 以及年长的父母, 因为不是每一个到了六十岁的人, 都还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的, 所以, 千万不要在缘分还在的时候, 就将缘分斩断了。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。 会议队